另外一方面还要来关心的是 明明是台北市的人孔盖 怎么会出现在台中呢 知识台中技术学院呢 这里面有人发现了 诶 这个人孔盖上面怎么会印的 应该属于台北市的世灰 也就是梅花 那么就是属于台北市的公墓嘛 它又如何跨越了整整五个县市到台中 学生校称很可能是政府搞环保 回收再利用 走进校园里 怎么地上这个人孔盖很不一样 瞅进一瞧 哎呀 这不是台北市的世灰吗 怎么会跑来放在台中的校园里 但是现在有什么可能 而且距离又没有很近还蛮远的 有点扯 很夸张吧 怎么说 因为台北市的资产 跟放在台中市占不好 比一比台北市的人孔盖 上头有个梅花图形 太阳市的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胡心亭 但这隶属台北市公务的人孔盖 竟然从台北飞越200公里 跨越了五个县市 来到台中 台北的快要坏掉了 然后就拿来拍张 还是他们在那个 做环保 台北市的所有物流浪到台中试用 是市府没钱 捡别人不要的 还是校方请的承包商 烂鱼冲树 偷偷摸摸把废弃的人孔盖 回收再利用 水利地的 因为它这个很像区域排水的 那水不是学校馆吗 不是 它是经过学校的地啊 那你经过学校的地水利地啊 学校本身也不能在上面有什么建筑物什么吗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我们弄的 我觉得学校怎么这样啊 如果要说成是我们呢 那好啊 那没关系啊 我明天进去他学校就开马路啊 人孔盖四周都已经秀实 看起来放在这的时间应该不短 不过当初到底是哪个单位把它装上去的 是否和学校互踢皮球 没人肯承认 这个乌龙是谁搞出来的 中天新闻 李孟章方品文 台中采访报道